有一個新聞我覺得 超級明顯的 就是愛拍馬屁的人 這個是真的 各個國家都有的 我覺得除了巴西人以外 我覺得 是最愛拍馬屁的人 我當初有那個節目很久以前 我們應該這些外國朋友都參加過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認識了一個韓國人 然後我一開始對他很熱情 就是跟他打個招呼 他完全不理我 就是愛你不理的哪一種 我那時候就是狀況比較好一點 就是我可能知名度越來越高 然後我的工作越來越多 我就發現他開始在我的IG 就是瘋狂點讚 我開始瘋狂點讚 然後就是隔天露營 就開始 吳央最近也費很多 這好多錢好有錢 真的好厲害 吳央 吳央 是金冰秀嗎 這個現在是怎麼做 等一下再看 然後就開始誇獎 我說我多厲害 什麼什麼的 然後就是每次我跟經紀人在聊天 他會主動過來 搬飲料咖啡給我們喝 什麼什麼的 他說這個人其實感覺還不錯 然後後來就發現這個人 其實只要利用我跟我經紀人的關係 我們的人 因為後來我們碰塔介紹一些 客戶跟廠商 他後來就自己去聯絡了 我就靠過我的經紀人 然後自己接Case 最可怕的事情 他後來就出一個工作生的問題 然後就是還有一個電視台 賠錢什麼的 他自己因為一個人不要賠錢 他可以幫我們所有外國人去說 這些外國人 全部都有工作生的問題 幫我們全部是拉進去下水了 他好像不知道是誰 可是我怎麼沒問題啊 這些韓國人的經紀好重耶 我這個我聽過 不是 因為你還在台灣啦 沒有 就是其實我真的自己也覺得 是亞洲人的經紀比較重 當然是不能贏 當然是不能贏日本 我就講 所以你覺得韓國人跟日本 比起來日本人的經紀比較重 日本人的經紀真的超級重 當然要說我們兩個國家最重 但是日本人的經紀 日本人的經紀 你怎麼說是新的國家 林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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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我會長 他這個就是 然後安全帽還會笑保險套 因為他們都這樣 因為他們都套在頭上 但是安全帽也會去笑保險套 沒有 我順便講一個我自己朋友的故事 因為我朋友自己是很愛女生 他在韓國 然後他每次都跟很多女生在一起 然後他有一個習慣是 他手機不會放在桌子上 有時候他不會放在正面 他一定是放在後面 對 對 後來就他以後不會這樣放過來 我覺得他應該是新轉了 就應該改了 他人變了 到後來發現 然後他有時候拿出來iPhone 有時候拿出來三星 有時候拿出來 就每次都不同的手機 很多支手機 他剛剛賣有錢了 對 後來就跟他說 那為什麼你這麼多手機 他說我有四支手機 代表的意思 A手機是A女朋友 B手機 B女朋友 C手機是什麼 D手機 而且這樣桌布還可以用女朋友 然後不會被髮型 對 如果女朋友要看手機 直接給他看 因為這手機裡面都是 只有光照的 這嚴格講起來不能算心機 算男人的本能 真的 都沒隨著 他想知道 這個世界各國的男生都會 好爛 對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采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 通告